不知道代言直播之前 開始了 剛才沒跳出來 我們傳播很累 要去睡覺 我們是準備進軍電視 電影的進攻 對其他場美術 這個光會閃光 果然是燦爛的時光 燦爛的時光 燦爛的時光 你看已經看到我們了 就是很冷的樣子 等一下我怎麼沒看到 有有有看到了 好冷好冷 對我們現在來到 帳區 燦爛前床公 老大幹起來真的 我們要跟直播觀眾說一下 現在外面的溫度是零下 十度左右 還不算很冷還沒下雨 還沒下雪 所以我現在沒穿襪套 但是老大已經穿上了 我有一個超級乾的音 極度乾燥 我們那個分 貼完之後就會開始 開始 節目 欸為什麼我找不到我自己 如果等一下可憐中 我就放個人自己講 那你等一下會說話嗎 他死不肯說話 我一直想叫他說話 你可以一起聊啊 他堅守專業製作人的那個 那個分計 一、! 一、段12分鐘 好像 聲音最不一樣 剛更剛跟那 blending得跟你覺得 那比龍液比較有聲 太疲力了 她會丟 好 不然 我幫你搶 比較硬 剛剛不代表這個節目的一場 都是我個人禁頹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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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手機的聲音嗎 第一段十二分鐘 對 我覺得是手機有那個 回音嗎 欸為什麼我的手機會有紅 嗯 那我手機還封吧 有 咳咳咳 咳咳 那他聽到的是真人在咳嗽 今天會有很多咳嗽音跳 呵呵呵呵呵呵 真的喔 如果等一下咳到 因為我會很...很想吐 所以... 如果等一下咳到 所以...如果...我就繼續啦 就一段12分鐘 你可以多錄 因為其實我都可以多 很怕欸 好怕一直講也講不完 你不用跟我坐那麼近欸吧 呵呵呵 因為那個人很寡 其實我沒變 這樣就... 我都做一個 呵呵呵呵呵 觀眾想說 奇怪 這個節目到底是怎樣 又與你分享了齁 又幾個人 你貼到你的臉書了嗎 好,三個三個三個 好,不要掉粉了 大家有沒有在閒聊 生氣 先跟直播的觀眾問一下 直播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們現在在藏區 有點煩 你說什麼 你說派大家見過的好嗎 這有一個網紅,李柯太太 他最近很紅 我知道超紅 昨天才有看到有人在罵他 說他是什麼智障 就另外有一個 李柯先生 不是李柯先生,反正也是 懂相關的 沒關係,我們沒有搜尋查費 對,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是文科的 對,我們是文科生 我們當文科的小姐之類的 好 9點已經 9點已經要下班了 好 哪錯這樣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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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咦,又有人講一下話 喂,喂,喂 多講兩句 大家好,1,2,3 DASK 一二三 一二三 用音量夠嗎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我們這樣 我一直渴 希望你們這樣健康 你需要熱水嗎 我有我有 好開始 燦燃光照亮示範大家 不要這麼用 不要這麼用 你會報應 我從遠遠人家過 沒有不要不要 大家好 燦爛四方 然後就燦爛的回憶 這樣比較有在山區的感覺 藏區的感覺 沒有沒有 他剛剛多了一個新節目燦爛四方 哈哈 就要燦爛四方 大家好 你好美喔 可以吃這種音效嗎 可以 可以 燦爛夜光照亮示範 這個好像農曆七月 有點可怕 那像你那種 燦爛四方 那你幫我們開場好了 你的聲音比較 比較不像鬼 哈哈 那我要說什麼 就是燦爛夜光照亮四方 那我要很就是 怎樣的語氣 嗨一點 因為我們七點 很像從高山喊過來 我可能錄了不會用 是吧 哈哈 燦爛夜光照亮四方 可以嗎 我這樣不知道 這樣嗎 燦爛夜光照亮四方 哈哈 好可怕喔 哈哈 製作人表示 好可怕 好 那我們正常錄好了 哈哈 又一直 又一直重置 哈哈 又一直重置 好 燦爛夜光照亮四方 大家好我是節目主持人張震 今天我們來到了藏區 所以有點冷 那 我們今天 錄音室裡大家都穿了很多 感覺 我們在藏區 對 我還戴著毛帽 就剛剛 還沒有叫他出場 他就先講話的 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楊又瑜 楊又瑜 同學 楊又瑜小姐 哈哈 又瑜跟大家問好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又瑜 很高興 今天呢 就是來到傳說中的 燦爛夜光節目 對 燦爛夜光 因為收聽的範圍很廣 我們現在在藏區也有一些朋友 藏區就是西藏那邊的意思 西藏 青海那邊 他們也可以收得到我們的 那個廣播嗎 對不對 如果分享給他們 那個連結的話 應該是可以聽 對 其實透過網路就收 對 通過網路就可以聽 好 我們今天的單元是 在世界地圖打卡 我們邀請來的來賓呢 其實認識了 也算蠻久的 可是他其實還很年輕 還很年輕吧 對蠻年輕的 蠻年輕的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蠻年輕的 他會 他會替我們講一講 當我們的眼睛 告訴我們在西藏地區的一些 風俗民情 還有當地牧民的日常與智慧 聽起來很嚴肅 聽起來很嚴肅 還好啦 就有一些生活的體驗 對 你待會多講一點笑話 好 鱿魚呢 之前也在我們的書店燦爛時光 有監拆一段時間 就是他失業沒地方去的時候 就開到我們的書店 後來他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就是一路往西 然後一路往上 往上走 到了 玉樹這個地方 對 玉樹林峰 對就是那個玉樹 這個地方在哪裡 可以跟大家說說 嗯 玉樹他其實是在中國的青海省 嗯 然後比較接近是在中國的 就是西邊 對 然後旁邊就是有西藏地區啊 然後 新疆還有四川省 對 然後主要是在青海省 然後當中的玉樹藏族自治州裡面的玉樹市 嗯 台灣對於西藏的了解其實不是很多 我們有啦 就我小時候就有聽過那個青海的草原 一眼看不完 喜馬拉雅山 風風相連到天邊 你們沒聽過對不對 沒有耶 有一些 有代購 所以我對於西藏或青海的了解就是 歌詞裡 然後其實你想想不到 想像不到那個地方 你可以告訴我那邊 比如空氣真的很稀薄嗎 嗯 我覺得那個玉樹 其實他的平均海拔是3700 平均是3700 對 其實他當然有一些細微差異 但平均來說就是海拔是3700 那如果覺得這個數字很難想像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你 因為那個地方有機場 對 有飛機場 對 然後就等於是你一下了機場 就直接降落在玉山的山頂 大概是 玉山是多高 玉山是三千 三千 三千六吧 啊 對不起我沒有 覺得不好 好 就是你說飛機一降落 就降落在玉山山頂 嗯 其實我還是很難想像 因為玉山我還沒有去過 不過就是很高就是 對 就是很大 像會有高山症嗎 嗯 我覺得在看人的體質 但是我自己的話 我大概是前兩三天會不太適應 然後適應了之後就好很多 我有聽過說 要搭火車上去會比較好 那高山症會慢慢 就比較容易適應 那飛機的話就是 因為你降落在玉山 所以 整個氣壓 空氣不一樣 對就是如果 你有方法可以 漸進式的上山 比如說像 我們去的那個玉樹 它其實也可以搭那種 握鋪的 或是坐鋪的巴士 對 那如果這樣慢慢上山的話 當然就是身體有一些 適應的空間就會比較好 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不舒服 會怎麼樣就舒服 大概就頭暈啊 然後有些人會頭痛 然後會比較容易試水 想睡 比較容易累 然後有些人會Opto 所以 你會 你去之前是有 有 確定你的身體是 可以適應高山的 沒有耶 沒有啊 因為我之前曾經過 對啊 憑著一股氣就去了 一股氣 對 台灣女孩的勇氣 對 煞氣 就去了 煞氣 我覺得 你覺得你可以克服 那裡 那邊的食物 習慣嗎 那邊有藍花煎嗎 沒有 去了之後很想念 很想喝珍奶 我每次一懷就先喝三杯珍奶 我覺得那邊的食物就是 選擇沒有像台灣那麼多啦 嗯 對 因為情緒樹這個地方 首先藏族人他們吃的食物的 調理方式都比較簡單 所以不會像台灣或者是一般可能 就是中式盒菜啊 或加很多的香料啊 去炒啊 有些煎啊炸 就很多調理方式 他們比較單純 沒有單純 料理方式比較簡單 怎麼樣單純 比如說他們平時吃肉 那有些牛肉會拿來炒 那除了這樣 大家都會做成風乾的牛肉乾 對 然後其他就不太有別的調理方式 只有牛肉乾和炒牛肉兩種 對 然後有些會做成湯麵 就麵片 那不錯啊牛肉麵 對 他當然他的牛肉是小塊的 就是小塊小塊 不是像台灣牛肉麵是那種 一大塊牛肉的那種 對他是小小的 那他的牛肉乾是跟台灣的一樣嗎 沒有啊他們是牦牛做成的牛肉乾 所以吃起來我覺得比較 口感比較硬一點 比較認 牦牛做成的牛肉乾 是牦牛 是牦牛做的牛肉乾 牦牛是那邊 所有的 我記得好像什麼 牦牛的毛 也拿來做衣服 對 有些會做成帳篷 就是比較早期的時候 他們會把它綁成線 然後那是可以編成帳篷的布 因為牦牛的毛很粗 所以他其實 做成的帳篷可以防雨 然後也可以防寒 然後載貨也是 對 現在還用牦牛嗎 還是用貨車 現在的話就是 車子比較多 但是以前就是在 汽車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 比如說牧民要搬家 他們就會用牦牛去駝 那些在家裡的東西 所以是養的嗎 還是野生的啊 我以為牦牛是野生的 都有 但是如果是這種 比如說要駝東西啊 或者要吃的話 基本上就是家裡羊 已經學了 對對對 那就吃牛 對 吃羊 有羊 但是我去的那個地方 因為海拔比較高 所以羊比較少 喔真的啊 對 我以為山羊 我一直在山上 對 因為它的山也分很多不同的海拔高度 然後其實整個帳區的範圍是很大的 就是它不是只有西藏自治區那個範圍 就像我去那個日樹 它算是在 青海省 然後周邊的比如說像甘蔬啊 雲南啊 都有一些就是藏族文分布的地方 我聽有一些朋友到藏區或者中國西北那邊 會很不習慣的是沒有那麼多青菜水果 喔確實 嗯 那怎麼辦 就是 原來 我覺得我去的日樹的話 如果是市區還算OK 因為那個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它離四川比較近 然後其實蠻多的四川的人 會去我們日樹開那種川菜館 還不錯那還有酸菜 就是可以炒 吃一些中式的炒菜 然後那邊的菜大部分都會從西尼 就是青海省最大的省會 那邊運上來 對 但是確實種類就沒有台灣那麼多 然後價格也會貴一點點 因為運費比較貴 那你有考慮去開珍珠奶打店 其實還蠻強的耶 而且那邊之前有開過一間 好像是圓頂還是哪一個 就是 台灣的品牌 然後我去的時候他們就才剛開幕 然後我就很興奮的點了一杯珍奶 結果它那個珍珠吃起來像仙草一樣 就是非常的軟 而且它只有給我那個小的吸管 然後我就覺得很傷心 我就說 不是應該要給我大吸管嗎 他就說 大吸管還在路上 可是還沒有運過來 然後我就只能 只能用小吸管硬喝 可是這就蠻傷心的 好那那邊還吃什麼 酥油茶 對酥油茶或者是沾巴 沾巴其實是當地很重要的一個主食 它是用青柯磨成粉之後 加酥油 然後有些人會加藏茶 或者是直接配熱水 然後就是把它揉成一個圓 就是像飯糰這樣圓圓的一顆 這會是你平常的主食 對 藏族人通常一天就是會吃好幾次沾巴 早餐吃 然後有時候 比如說 做完勞動啊 或者是趕完牛 回家餓了 下午或什麼的 就會再吃一次沾巴 那那邊吃得到米嗎 米吃得到啊 是跟台灣吃的類似的 米的話種類就還蠻像的 對 因為其實 就我剛剛說 藏區它的分布 海拔其實有不同的範圍 對 然後附近也會有 就是農 藏區有分牧區跟農區 然後有半農半木 就是對 那農區的他們就會種米 或者是青柯這樣子 對 所以米的話 基本上附近的城市都是還是 所以還是吃得到飯 飯是吃得到 飯是吃得到 對 大家可能還沒搞清楚 為什麼 幼魚被發配到那裡去 發配便講 所以你是為什麼被發配到清函 對 因為我加入了一個 就是工作的團隊 然後團隊的名字是游牧行 游牧行 對 游牧民族那個游牧 對 然後我們做的是青藏高遠的深度旅行這樣 所以你就 就 常常 帶隊 還是自己 就等於先在那邊 做團業 勘察一下 其實我的工作 比較像是 在台灣的時候 就是 招募 對旅行有興趣的 朋友們 比較做跟宣傳 行銷 辦活動 有關的工作 然後把客人 就是帶去 就是 藏區 然後到藏區之後 有帶回來嗎 有有有 百分之百的 就是回來旅 目前是百分之百回來旅喔 看有沒有誰要當那百分之一 目前都很順利回來 對啊 然後我們在當地其實的工作就是 培訓在地的夥伴們 去帶這些行程 所以你們的工作分兩邊 對 在台灣招募 就是願意 上高山的 對 台灣年輕人 年輕有到一個限制嗎 我今天50歲可以去 可以 我們其實最大的接待有到60多歲 只要你有勇氣就可以去 對 就是身體OK的話 就可以去 那在當地就是 讓當地的青年 當地的人 對 來做 就是帶領 限定導覽 對對對 導覽 放有 嗎 還是眾青科 還是 呃其實我們的行程內容 就以跟當地人一起生活為主 那就有分成 游牧跟宗教文化這幾個部分的體驗 那游牧的話就一起擠牛奶啊 然後趕牛上山啊 甩牛繩 就是趕牛的繩子啊 那西部牛仔 對 吃屍屬 對 然後如果是文化體驗的話 可能就有一起轉經啊 或者是去課那個馬尼史 就他們會在石筒上面寫經文這樣 對 好 那個細節 我們下一段節目再來講 到底要刻什麼經文 就不會藏文也是可以刻藏文的經文 可以啊 好 你看 為了招攬客人 哈哈哈哈 什麼都可以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一首鱿魚推薦的 好歌 好歌 西藏歌 對 是當地藏族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好大家聽完之後來 來 來 鱿魚幫大家解釋 再來唱什麼 好 你要播哪一首 是要播 那你剛剛講的是哪一首 我剛剛講的是不是歌唱節目 哈哈哈哈 就是流行曲哪一首 對 好好 播那個嗎 好囉 那我現在講嗎 喔不用 等一下說 等一下就是馬上就對了 欸 要跳一下嗎 要跳一下 好囉 直接直接節目 好 我們回到節目 哈哈哈哈 很冷的感覺 呵呵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剛剛那首歌 到底是在唱什麼 請又一 用藏語功解釋一下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好 這首歌的歌名是 per 然後per這個字呢 在藏文是非的意思 嗯 然後它其實就是 嗯 在藏區 大部分 就是以前流行的歌 就是比較傳統的那種歌曲 嗯 就是會有 比如說就是 就比較民俗風味的那種 你可以想像 想像中的民俗舞蹈 對 然後很 很優洋的唱腔 對 然後可能就是很 呃 怎麼講 比較 嚴謹比較傳統一點 嗯 然後在這幾年 就是 藏區其實有 漸漸有自己 呃 年輕一輩的歌手 或者是年輕人 他們會想要 創造一點 不同的 流行的樂風 嗯 對 那 最近這幾年就還蠻流行 饒舌 就是說唱 葬禮的饒舌 對 因為葬禮它的 它那個 這個語言的一些 就是 我不知道解釋誰 聲韻還是那個 語音學 所以它變得比較好 比較適合唱成rap 喔真的啊 對 就是比如說像中文它就沒有那麼適合 但可能一文就很適合 那藏文是一樣的 藏語的發音就適合做rap 對 然後就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就可能開始 呃 會開始想 欸 自己的文化 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風貌啊 等等 然後 呃 就有一組 算是比較紅的 雙人的歌手 他們叫 安努就是 A N U A N U 對 然後他們就是 自己 寫歌 然後也做那種就是 潮牌服飾 潮牌服飾 就是也有做衣服 對 那樣是做藏族的衣服嗎 還是做T-Shirt 呃 是結合一點藏族元素 比如說他們有做可能 衣服上面有印藏文的字母啊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毛孕的圖案啊 藏一些那個金紋 呃 他們不會印金紋 因為他們覺得金紋是 需要好好的被 比如說 放在一個地方 就是你不適合 寫在衣服上面 然後就是有點 還是那個 呃就是很虔誠 對 就是還是很認真 然後很嚴肅的在看待這件事 所以可能不會寫金紋 但一般的比如說 像 夾西德類就是 吉祥奴隸的意思 這種 比較像祝賀詞 對 這種就可以 夾西德類 對 新年快樂 就是還蠻 在藏區你這樣講 大家就會覺得很好 加西德類 對 那很適合我們現在講 因為快過年了 不過藏區不過中國農曆年嗎 呃 藏人其實會過藏曆新年 然後因為藏曆他的那個立法是跟隨著月亮 所以其實跟農曆的日期是很接近的 所以 欸 那就是差不多 也是一年十二個月嗎 對 差不多 就是中國 就是我們的春節的時候 也是他們的 藏曆新年的時間 啊 那就學會這句 夾西德類 對 你去講他們就會覺得 很棒 吉祥話 你還會第二句嗎 呃 我會說 謝謝 哈哈 說啊說啊 謝謝是嘎真切 嘎真切 對 十四個月 嘎真切 然後如果你想要講就是 呃 不客氣 你就會說 嘎真切蘑菇 呵呵呵 就是 謝謝多加蘑菇 對 謝謝加蘑菇 就是不客氣的意思 十四個月蘑菇 嘎真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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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這三句話就可以上藏區 哈哈哈哈 好 我本來用木型是一個 非常有效率的一個單位 哈哈哈哈 嘎真切蘑菇 然後葬人想說 嗯 你在說什麼 欸你就說我們這是台式葬語啊 對 很有台味 很有台味 呃 藏區的 或者玉樹的年輕人 他們會有他們另外的想法 跟不同 不同上一代的想法 做了這個什麼 Rap 嗯 其實妳自己也是背叛了妳的那個大學的 哈哈 也沒有到背叛啦 妳先承認一下妳是什麼學校唸什麼的 我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然後唸的是心理諮商 好 那妳說妳心理諮商在玉樹做了什麼 其實我也 我們做過一整團 哈哈哈哈 所以妳去那邊幫人家看心理 沒有 沒有啊 我覺得心理諮商這個學系 它其實 呃當然 就是以比較正規一點來講 就是像我有一些同學 他們就會繼續念研究所深照 嗯 然後就可以去考 智商師的證照 嗯 就比如說在一些智商中心啊 或者是什麼 呃 衛生中心 或者是學校裡面擔任智商師 對 然後有一些同學會考 那個教育學成 嗯 然後去當國小的老師 或是國小專輔 對 然後也有一些同學 在做跟 呃 HR有關的工作 就那個人力資源 類型的 比如說 也有做那種 嗯 就是 戀兒童的工作這樣 啊這麼 才剛畢業就去 就去獵人頭啊 對 我的同學就是 各種才藝 好 可是那妳從大一 就決定不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沒有欸 我是 大一的時候就還蠻肯定 我不想當老師 嗯 但是 對於 諮商師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 其實 是在可能 大四要畢業的時候 才比較確定 還不想走這些路 對 嗯 可是已經大四了 轉四也來不及了 對 轉四 其實我沒有 我還蠻喜歡我念的科系 嗯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戲是 非常鼓勵同學們 去自我探索 比如說老師 教的一些 要求的一些作業 或者是上課的時候 討論的一些 書啊 或者是電影 比如說教一些作業嘛 基本上都是鼓勵大家去想 嗯 就是從不同的角度 因為諮商有分很多派別 很多不同的目標 很多不同的 呃類型 那它其實會鼓勵你去從不同的 角度去 去思考 所以其實我 我覺得 戲上的 戲上所學給我 比較多的是 呃 當我在面對不同的人 的時候 對 其實他是 呃沒有任何的 心理的疾病 一般的人 那其實 呃也是可以用比較 要同理的角度去看待跟你不一樣 或是意見跟你不同的人 所以繞來繞去 你這個人 你學了這四年 其實還是有用啊 你碰到 有啊 藝術的人 你就可以 雖然語言不通 但是你可以 看他的面相 呵呵呵 就看他的面相帶著 喔 他現在就是 肚子餓了吧 高興還是不高興 呵呵呵 那我就是 比較 很鼓勵同學們 就是跟人 接觸 做跟人有關的工作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學校 學的東西 呃 讓我對 人的那個 彈性度跟接受度 變得蠻大的 嗯 對 不過我覺得 你其實 念什麼科系 都還是這樣子 呵呵呵 呵呵呵 我個人的面相 呵呵呵 以我看你的面相 做的辦法 不過我其實 我這樣 看起來這樣挑戰你 我也沒有什麼資格啊 呵呵呵 我自己念公共行政 我也 我也 我也沒有做 我也 不是背叛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 要做相關的事情 喔 不過我們那時候更是 就是 隨便 不是隨便啦 就是剛好念 就選字 字樂 就是照分數排排排 排到一個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戲是什麼戲 然後就去念 不過所有的 所有讀到的東西 也許都會有用 嗯嗯嗯 心理諮商 其實現在超紅的 嗯 超夯的 對 那一定會有用的 而且你現在跨 跨越海峽了 是 去到一個 以言不通的地方 不過你不是一開始就在 游牧行嗎 不是 第二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才在游牧行 你 畢業之後 帶著心理諮商的 學士學位 對 呵呵 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我前一份工作其實是在 另外一個也很特別的工作 是在 以利國際服務 以利 對 然後我做的是 跟國際志工有關的工作 對 做國際志工的領隊 然後也 其實算 直稱是PM啦 就是 自己規劃一些志工服務的 行程內容 然後探勘這些計畫內容 然後真的帶志工去走一趟這樣 那時候你才 大學剛畢業 對 第一份工作 然後就 常常帶人家出國 對啊 那時候其實 這樣有說服力嗎 一開始還蠻挫的 因為有些 就是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真的有帶一次印度隊 然後我是全團年紀最小的 然後你是領隊 對 然後你也不會印度化 不會 那那邊的英文 跟台灣學隊不太一樣 腔調蠻重的 對 那有回來嗎 有啊 就是回來率 百分之百 回台率百分百 那蠻挫的 有碰到什麼樣驚險的事情 那一次好像還可以耶 就是 剛好我的 團員們 人都非常的好 然後 然後 對啊 自己找 自己能夠回來 哈哈 頂端又放聲他們 對 其實他們就蠻認同 就是 之前那份工作的 那一次參加計畫那種的一些 譬如說 意義啊 或是使命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們在印度 在地有一個合作的組織 然後 合作組織那個 他們當地的工作人員 也都非常的有 個人魅力 跟故事性 所以一些當地的議題啊 然後對當地文化的了解 其實我會 適時的就把 舞台就是交給他們 這樣 對 然後我就在旁邊默默守護大家 所以基本上 回台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們帶去 不管是以利 還是你現在的遊牧行 你把台灣的 這些朋友帶去之後 交給當地的人 那在玉樹的時候 你會說 讓他們 什麼 柯 柯金文 擠牛奶 嗯 還做什麼 轉山 轉金 轉山 轉金 爬山 那在印度 也是 是蓋房子 好 以利的主要是蓋房子 對以利的那次計畫那種 也是蓋房子 對 轉山 以利的已經過去了 就不講好了 這樣沒有 轉山 帶大家去爬山 對 其實藏主人有一個習俗 就是他們會 呃 就是有那個 神山 嗯 神山 呃 如何判定神山 這個比較 我比較難解釋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也 也 無法解釋得很清楚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有一些山 他可能還 高度比較高 或者是他上頭 終年有雪 或者是 你那裏 群山環繞一個湖閣 就是各種 這種山 就很容易被 就比較有容器 對就很容易被認定成是神山 那他們會就是 心中有一些 祈福 比如說 祈福 希望世界和平啊 或者是眾生 都可以 得到好處啊 之類的 當地人會 對著這個神山 祈福 對 他們就是一邊許願 一邊念經 他們有一串佛珠 一邊念佛珠 一邊爬山 對 可能一邊念 然後就一邊念 風般一邊風啊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他們想念的東西 然後就是走 就是整個 整個繞 繞深山一周 這樣子 其實轉山 我覺得他的 呃 形式 不一定是 最重要的 因為比如說 像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鋼人波齊 他其實就是在講 轉山的故事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喔 我從 我家的 我家的這個山 走到 拉薩 其實這也是一段 朝聖之路 但他並沒有所謂的趴一座山 但是可能落土上面都是 非常顯靜的路 很高的海拔 高高低低其實不符 但我覺得重點是 你會為了 你自己的信仰 然後去忍受 這些辛苦 或者是 呃 不方便啊 天氣很差啊 等等 然後你還一邊走 一邊念經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行為本身 他帶來的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這至少對我來說 就是以前小時候 宗教給我的感覺 是有一種目的性的 比如說今天我們要考試 那媽媽就會說 喔 那我們晚上去拜 文昌帝君 或者是 過年了 或者是 你今年犯太歲 那就去點一下 光燈之類的 就是他那個信仰 是有某一種目的 而且可能我去許願的時候 也會說 我希望 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是 可能我家裡有人生病 然後我希望我的家人 可以生病 就是目的明確的 對 但藏族人他們就會說 因為我就是眾生的一部分 所以我希望世界和平 或是我希望眾生 都可以得福 其實我也會因此而受益 這樣 這不是那個 世界小姐選美那個 有點假的世界和平 他們是真的 他們是真的 都這樣想 你剛剛講轉身 我其實想到一個是 台灣現在有一個類似的行為 就是環島 其實也不是為了健康 是為了台灣和平 呵呵 好 就很多人在環島 我們先 我們先不談環島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請又一繼續告訴我們 藝術的故事 好 環島 這是 為台灣和平 不然那麼多人在環島 到底為什麼 可能就是一種儀式感 成就感 成就感 小廷還有安 這個還沒有問 內心有什麼聲音引力 欸不會可是你剛剛 你剛剛那個 本來有說要講細一點 柯晶文嗎 還是 還是 剩下兩段了 那你可以講嗎 柯晶文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講得細一點 不是一句話太多 欸我想要聽 因為之前有分享 那個 就是那個天葬的事情 可以啊 嗯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剛才問我什麼家人 喔 對我工作的看法 對啊 最後一段 好多草莓是最後一段 什麼都最後一段 宣傳是最後一段 然後還有 喔對還有宣傳欸 對啊 你剛剛說你要想聽一個是天葬 天葬 我覺得比較想聽天葬 天葬就是把人放在上面給人家吃啊 沒有嗎 不是吧 因為我之前 以前在那個時候很常常發文 對 那個是比較有趣 好 因為也許他兩句就講完 就叫家人講 講家人朋友 如果你經文可以講長一點 你就不講家人 經文和天葬 對啊你爸媽為什麼 你哥哥會說他想跟你去 他們會 爸媽會 不是那麼喜歡 工作 就從 以畢的工作到現在 是 他就不讓你養我 都不太喜歡我的工作內容 但是現在有稍微 就是比較 你不會講到哭吧 他最喜歡講到哭 我直接問他說 你不是說 張正良會必哭嗎 不會我是 還是我們今天走那個什麼 真情指數路線 蔡康永路線 那你還在這邊放一個鳥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但爛了 極度跟照 極度把握杯 好啦好啦 先講今晚還是天葬 好 不想笑 看來個比較順 對啊 其實我 我們剛剛上面都會分享到 肉依去 好像經文比較順 對啊 我們剛剛上面講 那個 刻經文到底是要怎麼刻 要刻些什麼 那我刻完可以帶走嗎 可以啊 I don't know 好 來 開始了 歡迎回到每週六晚上七點到八點的燦爛夜光 我是主持人張正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是剛剛從藏區回來的幼兒 好 他每年都會去藏區青海那邊的玉樹待一陣子 是 帶一群台灣人去那邊待一陣子 然後 不一定每次都能回來 哪有啊 好 到目前為止每次都回來 他們在 他這一群台灣朋友被他帶去做什麼呢 可能做 剛才前面一集我們想要回去轉山 對 去繞山啦 對 那還會做擠牛奶 這比較好想想 還會刻經文 那這些台灣朋友 包括你自己也都不會這樣讀個經文 嗯 你們到底在刻什麼 嗯其實刻石頭的這個 就是這個我們可以稱它為 就是刻馬尼石 刻馬尼石 對 馬尼 對馬尼石 然後其實 這個石頭 它主要用處就是 因為藏主人對信仰其實非常非常的虔誠 嗯 那他們有時候就會在石頭上面刻經文 那他們覺得比如說 當風吹過這個石頭 或者是有一些石頭會放在水裡 那當水流過這個石頭的時候 上面的經文或者是一些祝福的雨 其實是不斷的在被附送 哇 對 所以它其實那個石頭上面 呃 沒有一定要刻什麼 比如說有些比較常見的就是六字真言 就是 歐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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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有一些可能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叫什麼 呃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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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你 呃 為人不可以碰轟 就是 你有幾分 為人不可以碰 碰轟的 葬語是卡卡卡卡卡卡 就是那個 葬文就是這樣刻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 你有幾分 那我刻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是重複的 對 是重複的 而且那個字蠻簡單的 就是你有幾分實力 你就說幾分話 然後不要因為別人 呃 說了一些什麼話 然後就影響你的 就是決定 或者是就 就是變得很自滿這樣 啊 就不要大頭陣就對了 對 也可以這麼說 就它一直有蠻多 不同的意思 然後又有一些比如說 家人可能 生病比較嚴重 那他可能就會刻 藥師佛的經驗 哇 那 可是 我現在不太能想像 它能刻多長 呃 就看那個石頭有多大 就是 蠻一直小的 就是大概有 像我們的那個印章 圖章那樣子嗎 還是 沒有那麼小欸 就最小的可能大概也有這樣吧 像看你的手機那麼大 對 然後如果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是一整篇的經文 那他可能就會找大的石頭 然後也有那種 這是不乖的叫刻比較長的 對 你說被懲罰 哈哈 然後有一些像 我刻到明年可以接他 六十三年 就也會有人找 比如說跟人一樣大的石頭 但是一個 一個石頭只刻一個字母 這種也有 就它其實形式就 可是一般的人會刻嗎 那個 那我就很怕我刻 刻完之後 五根是手指頭 都黏在上面 其實現在在刻的 大部分人會用的是電鑽 哇 就是它可以通電 然後就 其實就很像 小電鑽 對對對很像你在作畫 這樣子 它就很快的在 在搞 對不起 我不知道聽眾朋友會不會跟我的想像很像 我想像的是敦煌石窟那個 蛤 怎麼這樣 垂下 從垂掉下來 然後拿一個很大的釘子 然後拿大的垂頭 垂 就是從黑髮垂到白髮 沒有沒有 其實 你們這個是三天可以刻完的 可以啊 其實我們 我們在帶客人做這個行程的時候 其實 當然不可能刻那麼大的 那我們就是會跟客人講說 藏主人為什麼要刻馬尼石 然後像比如說 我們之前有一個夥伴 他的媽媽過世 那他們家人就幫他刻了兩千個馬尼石 對 兩千個馬尼石 蠻難想像的 因為 在台灣你可能會覺得 做這件事情要幹嘛 就是你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意義 或者他也不能賺錢 或者是他就是 就是 就 我們同事媽媽過世嘛 那他的爸爸就是 去河邊找那個石頭 然後他因為他還會看 要可能有點平面的 不能夠是太遠的 因為不好刻嘛 就可能扁扁的這樣 然後找回來之後呢 他就開始 放 稍微分類一下 這個形狀好 這個不好 然後就開始 在家裡一直刻 然後就這樣 兩千個是一個人刻的 他們全家人一起刻 但是他的爸爸到現在 還是每天都會刻 刻同一個字嗎 就是刻六字真言 哇 對那基本上就是祈福 那個是當地人 是啊 是啊 然後 刻完這些石頭 是讓你帶走 欸 這樣子的人一般 比如說有些人會放在寺院的周圍 或者他就會拿去山上 或者是拿去河裡放 或者是他會盡量放在一個 路的交叉孔 比如說河邊 很多人經過的地方 比如說河邊 或者是 有些人會放在 比如說轉角 可能會有路燈 或者是 他就會放在路燈的下面 對 因為他覺得這樣 多人經過 那個經文 就多人看到 所以那些意義就會 好意就可以一直的被repeat 就是風吹過 水流過 那個經文就被附送 對 可是 路燈下放太多 會被踢到 還好他會藏在一個 就是 比如說路燈下 他可能就靠著牆邊放 而且因為大家其實都知道 那個是馬鈴石 所以不會有人故意去踢 或者是 故意去幹嘛 那他可能就會 比如說 橋是這樣 然後可能就擺在橋的 橋的兩側 就是 橋邊這樣子 所以在 在玉樹的街上 會看 就是你四處張望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馬鈴石 其實是很容易的 然後 我還看過有人拿 撞球桌 就是 因為撞球桌不是很大一張嗎 然後他可能就是 比如說壞掉了 或什麼的 然後他就把他的腳拆掉 然後那個很大的那一面 他就刻 歐馬鈴石 然後就放在路邊 他其實 我覺得其實還蠻行文藝術的 就是他們 你是清潔隊看到 不會說 欸這個好像是 欸還可以用 然後就 對啊 然後有些人也會在那個上面 刻佛像 當然那是要比較厲害的 比較高技巧的人 他就可以刻佛像 就是 釋迦牟娘 要是佛啊 那跟你去的台灣朋友 刻完之後 可以把那個 帶回來 其實 還是其實不行 其實 應該是可以啦 可是大部分的客人 他們會選擇 就我們 我們會跟他講說 我們去這個 有一個地方叫做 加納馬鈴石堆 然後加納馬鈴石堆 其實是 全世界最大的馬鈴石 他總共有二十億個 所以他就是一直 今年雷月一直疊疊疊疊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 就像迷宮一樣 非常的大 然後全部都是石頭這樣疊上來 然後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整個被石頭掩蓋這樣 疊上去是嗎 是像金字塔這樣疊上去嗎 對 那怎麼走進去啊 欸他 一開始 整個有好幾堆這樣 對 他一開始是隨意疊的 但後來有經過整領 所以有些地方都被疊得比較整齊 然後他就有一條小路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跟客人講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有這些石頭 那他們可能會自己選擇 自己想磕的意義 比如說有人會磕愛 有人會磕快樂 也可以磕中文 沒有 我們就是請藏族夥伴翻成藏文 然後他們會幫他 他們用鉛筆寫在石頭上面 然後就 拿來用那個藏苗 然後他們就會把自己的意念 也是放在加納馬鈴石堆裡面 那藏區的神只看藏文 對 只看藏文 我昨天在看那個 講伊斯蘭教的 就是他們為什麼一定要 阿拉伯文 可是我是看那個 講歐洲的 他們為什麼 從前要學拉丁文 就是因為怕上帝 看不懂嗎 聽不懂 看不懂 所以要用拉丁文來 那個 祈禱 不過後來當然實在 實在就 沒辦法了 所以 那個神就慢慢學會了多種類 想可能也有Google翻譯吧 嗯 好 好 我們本來還想講天葬 還沒時間 想講你的天葬 不是你的天葬 想講在藏區的天葬 好 其實天葬是藏區很常見的一個 就是習俗 就算是一種風俗習慣這樣子 那藏族人其實就以 呃 應該說他們是天性非常 慈悲的一個主詞 所以他們認為就是 當人死亡之後 其實 他的肉身是用不到的 但比如說 比如說我跟你相處的這些點點第一 就儲存在很像 手機或者是相機的 記憶卡或是SIM卡裡面 所以那個東西跟這個肉身本身 沒有關係 對 他是可以分開的 對 那當你死亡之後 肉身用不到嘛 手機就捲進去 對 就可以布施給其他的物種 因為在藏區就是 嗯 突鳩這種動物 他其實是專門吃 腐敗的 屍體 複屍 那就像我們 人為了生存 我們吃菜啊 吃飯啊 吃其他的物種 那就是 呃 他就像一個循環這樣 我有聽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被天葬 對 其實我聽過藏族朋友們講過一個事情 充飲或酒太多就不能被天葬 好像沒有 沒有這樣啦 就是說 如果你有做一些可能 壞事之類的 就就是說 之前有一個官員 就是可能 呃 有做一些對 不太好的事情 然後死亡的時候 就沒有凸就要吃 老師還是可以 進行這個儀式 只是放到那邊之後 就是會比較尷尬 沒有凸就要吃它 對 哇這蠻尷尬的 蠻尷尬的 趕快站起來走回來 然後 延藏師 延藏師就念了一些 就是可以召喚禿鳩的狀 就麻煩他還是吃它一下吧 對 不然他沒面子啊 拍狂拍狂 然後他們就飛下來 那禿鳩也還蠻好說話 這當然很有靈性吧 我也聽說之前 就是孕育數 10年的時候 我發生一個大地震 嗯 然後大地震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母親 就是懷孕了 但是他就是母親是已經死掉了 然後 就是那些搜救的人員 就把他就是送到 也是遺體 遺體的 等待天葬的 對立這樣 然後就輪到他 然後兔鳩們就是補下來吃 然後其他旁邊的喇媽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 就是 然後 對裡面的小朋友 沒有死掉 但是媽媽是剛好是 快要臨盆的狀態 所以小朋友其實是活的 然後後來他們就好像是 我忘記是占卜還是 反正有一些某種方式 就猜到了可能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弄 趕快送去醫院 然後小朋友就救活 然後 媽媽又後來又送回去 兔鳩才下來吃 就是在藏區 我平常是不太 特別去信這種事情 但是在藏區這樣子的 故事跟傳說還蠻多的 不過那個懷孕比較好理解 可能小孩在動 哈哈 小孩快要生出來 小孩快要生出來 突揪 突揪 突揪失意很好的 在動 不下來 好我們再聽一首藏區的歌 我想要直接錄 直接錄再錄10分鐘 中間就不要破口 然後最後再聽這首歌 然後最後再聽這首歌 阿可以這樣子阿 沒關係阿 我們自己決定當然可以阿 我以為規定要有兩首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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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想要 所以等一下要播那首歌是 就不是藏文的歌就對了 就是你那個歌唱節目那首 喔歌唱節目好 對最後最後 這樣我就可以用比較短 因為我最後想要用這個概念 嗯嗯 就是朗讀信的 喔 對對對 你直接再錄 朗讀信跟這個有關 吃這一 吃這一這個也再播 嗯 反正 那我們剛剛講到 突舊勢力哈 對 奇怪一點 欸那所以活動也是在最後這個 沒有 對對對 這應該是講的 喔好 搞定的狀況 沒問題搞 我都只有他搞的情況 好 呃 大家 所以一般的 跟你們去的團員 是有機會看到天葬的這個場面嗎 嗯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畢竟這沒辦法安排嘛 就如果你是壞人 你可能看 看的機會 我不敢這樣做 應該說 呃我們的團 我們的在地的夥伴裡面 有一位以前是天葬師 所以就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我們 呃還蠻容易可以接近這個場域 其實 因為他有一些認識的管道 但是我們也不會很近的看啦 就是 遠遠的 然後 因為也是要尊重 家屬 尊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們去的那段時間 剛好沒有舉辦天葬 那就是 沒辦法 我們都事前都會先跟客人講 呃 可能有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會 跟 因為我們去天葬台是ok的嘛 那就可能跟他們講說 呃到時候 如果在做這個儀式的話 比如說會在哪裡做什麼事情 還是可以講 所以有的時候是不ok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近那個地方 因為 因為畢竟他是人家的 喪事 喪事 對 所以也不太就是說 啊好像我們要去觀光 或者是怎麼樣 去的時候要注意 穿黑色衣服還是白色衣服 沒有 他們沒有這些規定 就是不能夠喧鬧 不能夠喧滑 然後不會 不會讓他們照相 喔不能照相 因為就是不太 他照到太多東西 對啊 可能家人也會覺得 感覺不太好 有些人會在有些人 你們最近又要出一個團 你們最近又要出一個團 沒有啊就是 暑假才會有 七月份 他沒事講座 老師你可以先問他工作了 他 我怕他忘記了 所以不是團 是講座 不是不是那是一個活動 類似型 有電影的攝影展 新書分享會 跟旅人分享會 綜合的活動 嗯 所以你們最近沒有團 最近沒有 我們只有在 雪假的時候才 因為現在太冷了 好 嗯 那我們還是 你的經歷這麼豐富 如果是你 我是你的父母 如果你是他的父母 等一下 我現在講完這個 然後最後一直講你父母 我就逼到 夾到 真情指出來了 就是 嗯 好 嗯 如果聽眾朋友 聽了想要去的話 怎麼辦 嗯 可以上那個 我們的官網 可以Google搜尋 有木型 有木型 或者是FB搜尋 可以找到我們粉絲專頁 不過最近也沒有團可以去 對 最近沒有 夏天才有 夏天才有 因為現在那邊太冷了 對 你們自己也不敢去 因為那裡年平均溫度是0度 所以現在可能是 零下可能 5度啊 或是8度 這個時候才需要 送去台灣的溫暖 哈哈 這太冷了 對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 所以 如果最近想要 理解那邊的話 你們也會辦一些這樣的活動嗎 有 最近有一場 就是 嗯 我們花了非常多 心力辦的一個 呂伯藏地的活動 然後 呂伯藏地 就是 鋁伯子的 哈哈哈哈 是 旅行的鋁 然後那個 漂泊的伯 漂泊的伯 然後藏地 心藏這個地方 對對對 鋁伯藏地的活動 對 然後這個活動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們是 特別找了很多部 呃跟藏族文化 特別是跟遊牧文化有關的電影 然後很多 呃 很多都是牧民自己拍的紀錄片 對 然後也有 攝影展 還有藏族的 會本 新書分享會 對 嗯 你們去哪邊找來這麼多 跟西藏相關的東西 哈哈 因為我們在當地有認識 蛤 蛤 因為我們在當地有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他其實本身也算是 文化圈的 就是朋友這樣 然後在 呃 西寧還有四川都辦過 辦過 就是藏文化的電影街 所以我們就 特別跟這個朋友合作這樣 就是他介紹了很多資源 很多電影也是第一次在台灣曝光 你這個收門票嗎 呃 電影的部分有收門票 那如果是 新書發表跟 分享會的話 跟攝影展是沒有收門票的 那個活動從 1月26號就開始了 對 就今天就開始了 對剛好是今天 然後一直到2月10號 今天如果大家現在才聽到這個廣播的話 你已經來不及了 哈哈 下午就已經演完了 不過明天還有 對27號有 週末都有 就我們剛才講的馬泥石 靜靜的馬泥石 對 我一直以為馬泥石是 草泥馬的那個馬泥 原來不是這樣寫 欸因為其實這個都是算翻譯啦 所以寫法上面沒有那麼 嚴謹 對 所以就會把你剛才講的馬泥石 的那一段 拍成一部 98分鐘的紀錄片 對 而且這部片它其實是一個還 蠻有名的 藏主導演叫萬馬彩蛋 就是 如果大家有 Follow一些比如說像 金馬影展啊 他的塔洛 之前是 影展上面有播過 對 然後萬馬彩蛋導演 比較早期的 別部作品 就是這個 靜靜的馬泥石 算是在藏區還蠻有指標性 然後名氣也蠻大的一個導演 台灣 對於西藏 喜歡西藏的還蠻多的 對 我覺得他的文化很吸引人啊 或是很神秘啊 或者是很喜歡那個氛圍的 台灣朋友們也算蠻多的 你看我們書店每次講到西藏的題目 就不知道從哪邊跑來那麼多 對 然後台灣其實也有在教西藏文的地方 好像蒙藏委員會相關的單位在交照 對 有有有 那你跟西藏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我覺得可能就 因緣際會吧 可以談談你這份原因是哪裡的嗎 我會接觸到現在這份工作的機會 其實是 我就是有目前的創辦人 他叫穆子彭 穆子彭先生 他是一個 新疆的 就是漢族人 然後他跟台灣女生結婚 所以他剛結婚的時候我就住在台灣 然後他 因為地震之後 玉樹地震之後 他到玉樹去當災後志工 所以就認識我們現在的在地的團隊們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玉樹這個地方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文化 藏族文化有非常多價值的地方 所以他想要分享給更多的資道 所以他當 他從西藏結婚到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帶銀線到 到 到玉樹 對 然後他其實就 當時他台灣就拜訪了一些 在做非傳統觀光業的人 對 然後當時就有來到就是以利 就是我的前公司 因為我們是做志工旅行 然後就把你挖腳挖走 沒有沒有 在蔡杜重生沒有挖腳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變成朋友 然後只是當時就是 以利去談 我是當時以利的窗口 跟他談合作 我們沒有合作成 但就是蠻好的朋友 然後是在我離職之後 他就跟我說 不然你也來就是玉樹找我玩吧 然後我也沒去過 好緊張 所以就去 你覺得印度好玩還是 青海好玩 這題也太難回答了吧 這題很好回答 你現在都去青海玩 當然是覺得青海好玩 那你爸媽覺得印度比較危險 還是青海比較危險 就都危險啊 有沒有一個等級 我覺得他們 因為我前一份工作 很常需要移動 可能這個禮拜在這裡 下禮拜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移動 都不在台灣 對 尤其是寒暑假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前一份工作的狀態 其實是比較疲累的 一直中車勞頓 而且我以前去的地方 也不是那種交通很方便 就可能我到 藝術很方便嗎 因為之前我去印度 或是緬甸的時候 我可能下了飛機之後 我還要再轉巴士 然後巴士可能是 13個小時 15個小時 然後就是要一直 換來換去這樣 對 那至少現在在日術 一次待 三四個月 他們就覺得 喔不用移動來移動去 比較沒有那麼累 對 他們有跟你去過嗎 沒有 你有試圖邀請他們去 有 但是他們沒有來 是 沒有來是 呃 工作太忙沒有來 還是 不想要讓你 繼續去 呃我之前有 想跟父母一起去柬埔寨 因為我之前 就是前一生工作的時候 也很常去柬埔寨 然後 對 就是東南亞區域這樣 對 然後媽媽那時候 爸媽那時候是覺得 以姊姊 剛有小孩 要照顧姊姊的孩子 為理由 然後就是 沒有 沒有參 沒有加一這樣 然後現在 現在來玉書的時候 他們 就也是覺得 喔 就是時間很長啊 然後就是高海拔 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總而言之也還沒有加一 你可以帶他們 坐那個鐵路上去嗎 欸 這鐵路沒有經過玉書 對 他其實是經過其他的地方 所以沒有走到玉書 對 嗯 對 嗯 我再幫你講 怎麼樣的 怪他們上去 哈哈 你可以跟他們說 百分之百都有回來 對 回來是百分百 哈哈 不過 這個 我剛才想到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你騙他們說 欸我們去東京 哈哈 然後大家一起上了飛機之後 欸就是往西飛 結果只有中國東方空 哈哈 下飛機之後也來不及了 沒有 我覺得我爸爸算是 就是 我爸是那種就是 很任性的背包客 你爸是背包客啊 因為我爸是退休之後 他就迷上了攝影 然後他喜歡拍鳥 然後最近進階到拍昆蟲 所以他要需要那種 就是大炮 大炮 對就是小玉的爸爸 但是他的相機就是這樣 對的那種類型 然後他就會經常參加一些 以攝影為主的團 就比如說 他的那運速很好拍啊 隨便拍應該都很漂亮 對他就說 可是 因為我爸之前在拍鳥 他就說 啊你們那個地方 沒有鳥 鳥多嗎 就說 而且我 因為我也不是專家 我怎麼知道那個 比如說我看A鳥跟B鳥 就差不多啊 那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演中那種 很特別的鳥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 他們鳥 鳥有自己有那個 就是群組 會說 最近有哪一隻鳥要來啦 因為我們植物園這邊 很多大炮 拿大炮在開這個 我爸可能之前有來過這裡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那邊的鳥 就是 是 玉樹的鳥是怎樣啊 然後他就會覺得 玉樹的鳥一定不一樣的啊 吃腐絲的 哈哈 然後高海拔的鳥 對對對 飛起來應該特別有力 會看到那個肚子流小 就不吃了 不吃 很有慈悲心的鳥 不過你會想要 你的親友 一起去看看你工作的地方嗎 會啊 尤其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的確很美 嗯 然後也會想讓他們知道 可能 就比較放心吧 不會覺得 可能我的工作不知道被幹嗎 這樣子 對 那也許他聽了節目之後 他會想去 那我們節目就功德無量 呵呵 有慈悲心 慈悲心 喔媽咪吧咪好 對 喔媽咪北咪好 喔媽咪吧 北咪好 北咪好 對 來請大家跟著我們唸一點 喔媽咪北咪好 呵呵呵呵 你現在畢業五年 其實還很年輕 你這個工作做了兩三年了 對 兩年多 有下一個目標嗎 嗯 最近剛好在思考想要轉換 欸這樣子那個 木子宮的老闆會聽到 呵呵 你是要幫他新開一個點還是 沒有他已經知道了 呵呵 沒關係 沒關係 哇我們今天那個真心話大 真心話大冒險 好所以老闆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想要轉怎麼樣跑道 嗯 還沒有想的很明確 對 但主要是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兩年多的時間 然後 公司也給我很大的空間 可以去學習啊 但是 目前就覺得 還想要更多的學習的機會 那再找個地方打卡 嗯 可能吧 書店之類的 書店啊 就是換一回書店的休息 然後再繼續飛一個更遠的地方 我們這個 今天這一集的單元叫做 在世界地圖打卡 嗯 你可能是為了我們節目 所以就要再去別地方打卡 對 硬要打一個卡 呵呵呵 好 那個 謝謝幼魚在 幫我們在青海玉樹打了卡 然後把那邊的風景 和那邊的人文 和那邊的鳥 帶回來給大家聽 鳥 呵呵呵 如果有機會的話 各位朋友 明天 明天還有接下來這一兩個禮拜 他們有這個 旅渤藏地 旅行漂泊在西藏這個地方的活動 是的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感受一下那個 感受一下你覺得台灣現在很冷 其實 真正冷的地方 在青海 在西藏那邊 好 最後呢 我們會請 幼魚再跟我們介紹一首 西藏歌 好 我介紹這首歌是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個歌手 叫雜世平錯 然後他其實是 17年就是中國新聲音的冠軍 對 然後我喜歡他的原因 當然是他的歌聲 就是很有爆發力 然後再來他 我覺得他很有才華 就是他在 那一 就是等一下播的這個 就是比賽的歌曲裡面 他改編了 一面虎水這首歌 然後自己現在 一面虎水是一首 漢語歌 對 是漢語歌 好奇情 還是奇異的歌 對 然後他後面加上了 漢語版的Rap 對 然後我覺得是很 很有爆發力 對 然後那一首歌 也讓他 就是 因為 那一首歌是他進來海選的時候 用的歌 所以他因為唱了這首歌 就得到了 導師的 轉身 然後就 開始參加比賽 中國好聲音 中國新聲音 對 好 謝謝又瑜 給我帶來的這些 藏地的文化 嗯 好 那希望下一個打卡點 可以公開的時候 就再來 跟我們公開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待會呢 會 聽完這首 藏語的歌之後 會進入我們的 豐顏展書讀的單元 今天的讀書會很不一樣 待會就知道 掰掰 掰掰 好喔 很好的 欸 剛剛直播了耶 所以下班 我們也可以讀書兩邊 對啊沒有要讀書喔 我也要讀書 喔那邊很亂耶 先暫停 我們就直播觀眾無熟 喔 先關掉 現在有很多人在看嗎 應該要說掰掰 晚安 好晚安 大家晚安 好冷喔 要多穿一點喔 吃吃吃吃吃 那又來 太好了 可愛了 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